为了让年轻学子了解在地传统文化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在开学日举办祈福圆满平安活动 今天上午一大早特别恭迎关度工妈祖进驻校内 让大一新鲜人钻叫脚摸平安龟吃麻薯 而校方表示妈祖信仰人数在台湾占全台湾人口的六成 每年妈祖相关文化活动已经成为全台最潮的传统节庆之一 总是吸引民众朝拜 而台北市关度工妈祖颇复盛名 因此希望让学生能够祈福同时深入体验传统文化 跟关度工是邻居 我相信我们学校的学校的一切 我们关度工的妈祖会保佑我们 当然我们学校的学生信仰各有不同 也有很多不同的信仰 但是只要他信仰妈祖的今天 都会来参加这个重要的活动 主要是祈求他在学校期间会功夫顺利 平安一切顺利 这个星期是许多大学开学的日子 校方举办祈福圆满平安活动 学生从神教下方走过去完成钻教脚意味祈求平安 接着就是平安龟 是由1080个龟形绿豆糕堆叠出来的平安龟 让学生触摸象征血液进步 最后就是吃麻薯代表可以结交许多朋友 而其中在世大运高尔夫球银牌得主陈轩 也是今年城市科技大学休闲系的新生 他更希望在钻教脚之后能够实时为台湾拿金牌 就是以前也有参加过类似这种仪式 对然后这次第一次在学校参加 就会感觉很兴奋 就参加完世大运之后 然后来到学校上课就感觉很兴奋 因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希望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参加这一次的钻教职活动 我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活动 然后可以让我们在11月8号比CSGO世界赛 IESF的世界赛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保佑 透过妈祖保佑我们 然后在这两个月能够身体健康保平安 然后让比赛也可以顺利进行得冠军这样 不少学生表示今年是第一次钻教脚 感觉好新鲜 而电通系的电竞团队队长 将率领队员们在11月8号 代表台湾到韩国参加世界杯电竞大赛 更希望有妈祖的加持之下 在国际舞台夺下金牌 而校方希望学生借由活动了解在地文化 体验传统文化里的祈求平安幸福的重要 机械学端应该是三方报道